抓螃蟹啊,就是抵住它的殼以後,它動不了的 然後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抓住最後兩根腳 它就很安全了,這隻是小的,弓的 今天我們來這邊,試試放螃蟹網 看看這邊的螃蟹多不多 來這邊呢,我是趁著退草過來的 之前我已經來這邊看過了,這裡漲草的話水都是淹過這些石頭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放這種地形的話,你必須得乾草底先來確認一次 免得你從岸上這樣拋下來,結果它就都是漏在外面,所以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趁著乾草底過來的時候,就可以走到它最前面 然後再把網子丟出去 那今天用的魚耳是 一個爛的豬骨頭,然後我釣魚剩下的沙丁魚 放在夾鏈袋裡面,然後戳幾個洞 避免沙丁魚從那個縫裡面釣出來 卡住了 在這裡呢,也不需要綁 球先丟出去 然後再把網子丟出去,明天用掛鉤來收 但我猜啊,它那個繩子因為漲退草的關係 可能會再飄回來掛在石頭上 所以我們明天再來看 那我們今天帶著掛鉤來收我們的網子 如果沒有掛鉤的話 普通人想偷的話,那就必須得下水 那它如果已經這麼拼了 那就也阻擋不了它了 把這個盪出去 順勢的拉回來,下面的鉤子啊 就可以勾到浮球的繩子了 先留在旁邊 哇,只有一隻 老婆這隻也太小了 我們來看看 抓螃蟹啊 就是抵住它的殼以後 它動不了的 然後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 抓住最後兩根腳 它就很安全了 這隻是小的 弓的 給它放回去 我們這個王子啊 就繼續放著 下一次我再過來收 因為在這邊有抓的到螃蟹 就是繼續等 肯定可以抓到大的 先到旁邊 繩子先出去 然後網子再出去 推出去